晉升型巴的余文樂 今天現身澳門 自認是家中主力負責陪小孩玩 彭于硬即將演出林超延伸戲 但慎每次拍臨到的作品都很辛苦 余安安早前拍攝ViuTV新劇 《迷失假期》 透露是因為曾志偉才會接拍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我是Koey,文貴琪 影后湯圍一向非常低調 在2016年登下女女Doris之後 其實她一向非常少分享家庭照 不過湯圍近日在社交平台很罕有 分享寶貝女和老公的合照 真的看見也覺得溫馨 余文樂今天去了澳門出席 值得機會演發佈會 還坐著跑車飄移出場 提到早前樂仔在網上 貼文了一張疑似身在醫院 吊鹽水的照片 這天她表示最近身體也差了 對,進了醫院 因為最近也不舒服 很多身體毛病確實出現了 儘快希望可以沒事 今年5月,榮昇當爸爸的樂仔 除了忙於工作之外 當然也要抽多點時間陪兒子Cody 我一直都說過 只要有小朋友,我會… 起初會多點時間陪伴 因為…始終… 一過了,時間就沒了 是 變成…我不是不做事 你看,我經常都在做 所以分配多點 私人時間確實會少了很多 對,但我想問是否主要是娛樂部門 我記得可能是看電視 對…我是負責哄他們玩的 因為… 家中分配了這個工作給我做 對,我是陪伴的 對,但他看會很辛苦 他比較辛苦 因為他是要全方位照顧的 但現在會否當爸爸後 是 常常會比較安全 對家人擔心 不要這樣 這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是 我媽媽一直都不喜歡我拍攝 很危險的電影 但也…在所難 牠們一直都喜歡做運動 保持健康 牠來到香港工作 也不忙去跑步、踏單車 不過他今天出席品牌活動的時候 就自爆踏單車時遇到對手 跟一群非常健康的孩子、學生 一起騎 他們騎太快了 我最後騎到肚子餓都跟不上 就回去睡覺 太久沒騎,但很高興 因為很多年輕的孩子 就在週末早上那麼早起來 去鍛鍊,我覺得特別好 要跟他們學習 說回工作方面 Eddie即將拍攝林昭妍導演的新片 現在已經進行潛水訓練 就算是第四次跟林道合作 Eddie也要做一下心理準備 律師跟林昭妍導演合作 是很期待還是害怕受傷 這個說得好 就是又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因為拍他的戲都辛苦 對 我想 對 是 就是機戰、破風、湄公河的行動 都很艱難 但是很過癮 因為跟領導拍戲就是… 怎麼說很過癮 他很了解演員 而且他很認真在拍每一個鏡頭 跟他拍戲就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他每次找我都會參與 另外,提到有份參演的電影 有機會各做奧斯卡序街外語片獎 Eddie也表示很高興 我為導演開心,因為能夠繳出外語片 就表示是不是很多外國人 會看這部電影 那就表示會更多人認識我 那我就很高興 就覺得努力拍… 一年拍幾部作品 把它拍好就很值得了 就謝謝大家 所以我非常感興奮 員工安闊別拉電視螢幕當年 早前終於答應參演ViuTV新劇 《迷失戒期》 阿朗姐就說 當初是因為曾志偉才肯接拍 一個最大的因素就是曾志偉 曾志偉好像推薦這個角色 給監製聽,覺得很適合 監製覺得很適合,對嗎?監製 對,然後我聽了她說的故事 我又覺得很喜歡 不是很喜歡,是非常喜歡 是很有誠意、很有心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當監製跟我談的時候 我感覺到她很有心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這個團隊的人很年輕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自己很喜歡支持一些很有實力 很有前途的年輕的製作人 工作人 無論是演員,甚麼崗位都是 我覺得最主要他們對這個演藝 是有那個心去做的 而這天阿朗姐就跟駱鎮偉 黃奕晨進行拍攝 狀態比她十足 一踢過就下班了 還萬歲讓大家笑一笑 因為其實從第一天開工開始 我覺得工作人員很辛苦 因為特別是外景 我們有時都可以吹著風扇 或者走進室內涼一涼 他們永遠都在最熱的環境 一直在做事 我覺得大家開心一下 吳祺龍和劉詩詩結婚三年以來 一直都非常恩愛 不過近日就有報導指 詩詩在今年6月出席完活動後 就神隱了四個月 有傳她是因為駝B三個月 還很大機會是雙胞胎 不過當事人一直沒有正面回應消息 成龍最近發起一個大型慈善計劃 邀請多位圈中人加入 包括周迅、李冰冰、黃曉明 陳坤、趙薇等等 成龍大哥直言作為演藝人士 希望透過這個計劃發揮社會責任 我們通過拍戲或唱歌 可能在社會上有一點點關注 所以我們的言行會吸引社會的關注 不少明星曾經去到多個貧困原始探訪 李冰冰在活動中分享感受 並帶來當地的特產 我們可以看到千層底部鞋 這個看著好親切 可能是我從小就穿著這樣的鞋長大 因為小的時候 媽媽就給我們一家四口人 還有我的姥姥、姥爺們做這個鞋 都是這樣的 納這樣的鞋底一針一針做出來的 而黃曉明就去到雲南探訪 更加呼籲大眾要好好愛護野生動物 當時我去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經常在老鄉家裡會遭受大象的襲擊 但是他們都不會去驅趕 也不會對大象造成任何傷害 因為他們要保護這些 很稀有的野生亞洲象 所以為了這個 我們當地的老鄉會受到很多損失 所以現在我們要想一些辦法 能夠幫助當地的這些老鄉 既然他們得到發展 又能夠讓我們的野生亞洲象 得到他們自己的食物 得到他們的樂園 SHG早前離開合作 超過17年的經理人公司 這天Selena出席活動 是她離巢之後首次露面 沒見一陣子 網絡Selena受了不少薄 因為她參與了一個內地真人騷 每天我都健身 整個就變成一個健身狂人 我在私下跟姐妹聚會的時候 我會想辦法穿一些很合身的衣服 可是很難,難就難在我 因為我現在的衣服已經不緊身了 都很大,所以我就想… 很少那種很合身的衣服 然後每次跟他們聚會 我就會在他們面前展現自己 你看,你看我的手臂… 你摸… 變成健身的人都會有的標準 而提到SHG上個月 舉行17周年演唱會 Selena被發現Mai Zui唱歌 她坦然是因為聲帶出現問題 這天她也透露最近的身體狀況 因為我也是有做…就是… 就是去看蠻多也是明醫的 然後去檢查 就發現其實聲帶真的都沒有問題 可是在使用方法跟… 就是共鳴好像有點跑掉了 那我自己是很認真很努力地 想要把這個問題解決 所以我除了早唱歌老師之外 我也有加入一些心理醫師的聊天 因為我覺得可能各種可能性 我都想要去嘗試看看 羅子祥創辦的舞蹈學校 日前在上海正式開幕 找來音樂學校始創人胡彥斌合作 小豬更加自爆 之前不時向對方請教 我都問到有時候會不好意思 有時候半夜 或是到他房間去聊天 聊到三點多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作息是怎樣 因為我是滿碗睡的 所以有時候會打擾到他的感覺 他會說沒事… 但沒事,你一直打他欺負 他沒事… 一直想要帶我走 但真的交了很多 我覺得在跟胡老師一起 在討論這半年當中 我覺得他是一個真的很厲害 在這個專業領域裡面 是相當的專業 也交了我很多 在這個地方 我也要跟大家多多學習 是真的 台灣音樂人緣為人一纏 在上海跌倒 撞到腦部導致內出血 更加發現另一則有腫瘤 一直昏迷不醒的 他需要接受手術 據悉,現在已經過了第一關 而他的好朋友 歡蛇優麗歡透露 其實小半老師 現在已經過了第二關 不過要等他恢復 以及留意腫瘤的情況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